歡迎打開ROBI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太空迷航 Lost in Space 這是一部Netflix上面的新影集 改編自六零年代的同名經典科幻影集 太空迷航或者翻譯成為太空地險記 也曾經在1998年翻拍成為當年的暑假大片 票房和評價都不怎麼好 不過有Gary Olderman 還有 William Hurt 還有六人行中的Joey Matt Leblanc 演出 這個重啟版本的背景在距離我們30年後的未來 因為地球上面的環境發生了一些改變 有些人選擇離開地球 搬到新的半人馬座Alpha星系去居住 我們的主角Robinson 一家人就是當中的成員之一 有爸爸媽媽還有一個看起來是收養的大女兒 以及二女兒還有很可愛的小兒子 一開場這一家人就因為一個不知名的意外 需要迫降在一個未知的星球上面 為了成功地生存下來他們一家人必須攜手同心並肩合作 生存是這個故事的主線也是劇情最大的推動力 主角一家人沒有像其他的外星電視劇或者電影一樣 需要面對什麼強大的外來威脅者 而是要面對一些比較日常但又會讓人擔心的危機事件 故事的整個格局是很大的 不過裡面發生的劇情都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有一種以前我在電視機前面看美國影集的那種復古感覺在 它不是一部多酷炫的科幻影集 雖然背景是在未來還有太空移民的故事 但大多時候的劇情講白一點就是穿著太空衣的家庭劇 我不是說它不好看只是希望大家能夠對太空迷航 它有一個比較好的期待 對我來說精彩的地方是它的劇本相當著重在角色的刻畫上面 每個人物都很鮮明然後彼此的關係都描寫得很用心 生動的故事帶出溫馨的劇情 每一個人都會遇到他們這個歲數要處理到的問題 也是有一些冒險有政治議題有浪漫的愛情故事 有背後在使壞的反派人物 但故事的重心呢還是是以羅賓森一家人為主 太空迷航有它復古經典的味道在 也有跟隨著時代潮流在角色的設定上面做出一些很棒的調整 最大的部分當然就是在性別意識的上面 媽媽是這個家的一家之主 你會非常的喜歡她在這裡面的所作所為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兩個女兒也都各有所長展現出不同的角色個性來 連在當年Gary Olderman 所飾演的反派 Dr. Smith都性轉成女生了 女性力量在這部電視劇當中是時常會出現的 他們家裡面的爸爸就很像我們現實生活中很多的爸爸一樣 總是對孩子過度保護 而不像是母親已經習慣了跟孩子們分工合作 然後產生一種家人之間的信任感 這個家人之間的信任感又是太空迷航裡面很重要的關鍵 很多情節很多台詞它的重點都在凸顯這件事情上面 而不只是每一集表面上那些外星求生的情節 這點除了反派Dr. Smith這個孤家寡人的對比之外 這個失事的父親 他因為過去長年不在家的關係 所以跟孩子們總是有一種陌生感有距離在 變得比較像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然後他就努力的想要去修補他跟家人之間的信任感 當然主要是他們兩夫妻之間的 然後很可憐呢 他在這個星球上又遇到了新的威脅 讓自己這個父親的地位一直有在被取代的感覺 這個新的威脅就是小兒子所帶回來的外星機器人 這個外星機器人呢 照理說應該是這個電視劇的一大賣點 但他的外型真的很老氣 很像金剛戰士的電視劇裡面 穿著奇怪衣服的那些外星人 我知道他想要讓這個機器人製造出一個衝突的感覺 所以沒有像之前的版本一樣 讓他有一個比較可愛的造型出現 但是這個模樣在現在看起來就是有一點破破的 小兒子表現得很好很可愛很棒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聰明很善良 只是不夠勇敢有一點怯懦的孩子 他跟機器人之間的感情也是這裡面的一大看點 太空迷航除了有在外星的求生故事之外 也有利用一些迴閃去介紹這些人物 他們之前在地球上面的故事 或者他們怎麼會來到這裡 我覺得他是一個不錯的電視劇 有些部分的特效看起來還蠻好看的 也很動人的家庭感情 是一部適合跟家人跟小孩一起欣賞的科幻片 主要的看點都是在這些人物的情感身上 然後融合一些太空冒險的部分 我不會說他是一個看完之後你會覺得很興奮 然後跟人家說你一定要看的電視劇 但是每一集看完之後我都還是蠻期待想要知道 接下來這一家人又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還是蠻期待可以看到他的第二季出現的 這部影集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